哈喽 那上个影片我们看了 大过后等于还有小过后等于 然后我们也学会了 葛达萨玛案和Garis Nombor的关系 还有如何用葛达萨玛案 还有Garis Nombor来描述那个情况 OK 我们现在就来检查 上一个影片的答案 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Memory 今天我们会来看 西法西法各大萨玛案 我们会来看第一个格子先 西法阿格斯还有西法 Transitive 这两个的华语意识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把你们填进去 第一个西法阿格斯的意思 其实就是理性的意思 西法阿格斯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你们已经会了 当A小过B的时候 也就代表B大过A 就是这样而已 或者换句话说呢 就是当你把A和B调位的时候 那个符号也要转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理性很逻辑的概念 A小过B就代表B大过A咯 你的年龄小过你的哥哥或姐姐 就代表你的哥哥或姐姐的年龄大过你咯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比如说第一个Jondo 10小过24 所以如果他叫你写出 那他的西法阿格斯的话 很简单哦 就是24大过10 就是这样而已 OK 这个JondoB 我让你们暂停影片 然后自己尝试一下 OK我希望你已经尝试了 他的答案就是 调反来-13小过-4 就是这样而已 如果你忘记了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学的呢 其实是在Mernabic和Gtasaman的Algebra 我叫你们写出两种 一个是大过一个是小过的 所以你看啊 X小过8 其实也就是8大过X 这个就是他的西法阿格斯 OK下一个 西法Transitive 传递性 OK西法阿格斯有两个号码 西法Transitive呢 会有三个号码 A小过B小过C 也就代表着 A小过C哦 所以刚才是你和你的哥哥或姐姐 现在哦可能你有三兄弟 比如说郑老师有两个哥哥 郑老师是A 我小过我的二哥 我也小过我的大哥 也就代表我小过我的大哥哦 其实也是很逻辑的 所以这个转多 Negative 5小过Negative 1 9 9最大 Negative 1第二大 然后Negative 5最小 所以这也代表 Negative 5小过9哦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B的转多 我要你们自己试一下 OK我希望你们都尝试了哈 那答案就是 95大过3哦 嗯 所以西法Arkas 就是到转来 符号也要到转来 然后这就是西法Transitive 今天就是这样而已 同样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轻敌 好好的做今天的练习 记得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哦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请大家订阅 打招呼 打招呼 纸 打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